欢迎收看前线百分百 今天是3月1号了 第一季的最后一个月 大家就联想到 那不就是基底了吗 没有错 每次到每一季的最后一个月 的基底阶段 往往会出现 法人做账结账动作特别大 我想问 为什么内资法人 一定要这么做呢 还有做账结账的股票 往往涨怎样 因为是3月1号 在3月份的行情 今天也要说明白 说到了3月份的行情规划 当然交给最强棒 今天的特别节目了 时放姐 您好 晚安 日韩晚安 各位观众 大家晚安 做账结账股票 您看得懂吗 他有一定的长相哦 建成知道 建成您好 罗安好 大家好玩 说到了法人 为什么一定到基底 动作总是特别大 法人的想法 交给他就对了 志远 您好 罗安好 大家好 讲到了基底 很多的股市小白会在问 什么叫做基底 来 请看 志远 请上来咯 观众朋友 考一下啦 一年十二个月 对吧 一年有四季 是吧 所以一季当着三个月咯 您看第一季 一二三月 三月份就是最后第一季的 最后一个月 这叫季底 第二季 季底 六月份 第三季 季底 最后一个月 九月份 第四季 季底 十二月份 没有错 我划圈起来的四个月 也叫做季月 所以第一季要做账 来到了三月份 这个月的动作 法人就会特别的大 没错吧 对 没错 好 那赶快来看 这个志远的第一张资料 法人基底动作特别大 到底是为什么呀 好 我们在讲说法人 市场的法人 大概有三种 大家常常听到了 第一种就是外资 第二种就是投信 第三种就是自营商 那其中有两类 比较流行在整个作战行情 应该就是集中在整个内资 也就是投信跟自营商 还有一种法人 也常常出现作战行情 这种叫做集团式的 我们也常常提到 那这三类 为什么会比较常常在做 这个作战行情呢 主要就是在诉求一个 短期的绩效 那所谓短期的绩效 就是我们刚讲 季度的部分是三六九十二 基本上来讲都是一个时间 比较短的 所以往往会在季月的时候 动作特大 对 那么外资的部分 为什么没有呢 第一个就是说 他们看的通常会比较长 一两年以上 所以比较不流行 所谓的作战操作 还有一点我问一下 会不会是投信跟自营商 他们也要做季报啦 季底那些的财报是要看的 对 没错 那外资通常也不是不做这个的 所以基本上来说 外资跟本土法人做的 比较会不一样 所以作战行情明显会很集中在 这四个季度 那同时间呢 大家记得 两个季度同时间就是半年 四个季度就是年 所以呢 在这两个部分来讲呢 它会作战的一个绩效的部分 行情会更明显一点 刚刚志源的言下之意就是 因为这三个叫做季月 所以呢 除了每一季 一二三四四季 在最后一个月会作战结账之外 还有包括了半年 半年也都会再来一次 对 好 那两种不同的法人 内资法人 我们要来看一下 它的特性呢 也有不一样 第一个我们看投信基金经理人 那投信基金经理人 基本上就是说 我们小资族呢 把钱交给投信公司 跟他买基金之后呢 交由专业的基金经理人 进行操作嘛 所以呢 他的最重要任务是什么 帮你追 冲刺 绩效 当然啦 我买了你的基金 总希望你基金给我的正报酬 要赢过了大盘 大盘涨10% 你最好给我20% 所以要追求冲刺绩效 对 没错 那为什么要追求冲刺绩效呢 因为钱又不是基金经理的 那为什么要帮这个投资人 冲刺这个绩效 因为呢 它有一个所谓的 incentive 诱因 什么样的诱因呢 它的年度分红 也就是说 除了固定的薪水之外呢 每一年的基金经理人 所谓的年度分红的部分 就是看你的绩效啊 如果人家是5个percent 你可以10个percent 你就是比人家强 你就是市场上的top one 那么当然来 你可以得到的年度分红 就会更多 所以今天的基金操盘手 如果我绩效该党基金 操得越好 我分红跟这个年终奖金就越多 对 那么他们得到的钱 除了固定薪资外 除了年度分红 还有所谓的绩效奖金 所以这两块加起来 好的绩效优秀的精金的人 有一些通常都是百万级以上 所以如果年轻小朋友们 您现在正在大学 或者已经毕业了 从这个角度去 炒基金经理人 操得好您就赢了 对 那么第一个 还有第二个诱因的 除了说在他现任的公司或职位 可以得到比较多的分红跟奖金之外 第二个 跟他刮脚的价码 比如说我现在操的这档基金 我每一年都有10%或15% 甚至于到20%的话 那么我在这档操作奖基金已经有两年三年的经验之后 别的基金公司可能会看到会来挖脚 那这时候跟他的价码就有很大的一个关系 这是基金经理人本土的一个部分 那另外还有一种本土法人是自营商 他跟本土的这个基金经理人就比较不一样 因为自营商它的特色通常就是帮老板赚钱 所以它特性是比较不一样 我们刚刚讲说追求这个冲刺绩效是在投信的一个部分 但是自营商的部分它比较讲求就是说 你实际上帮老板赚了多少 所以就是说你帮公司或老板的钱操作多少 要论功行赏 所以它比较讲求实质的获利落贷为安的获利 我们等一下也会再讲到就是说 他们两个之间所追求的绩效其实是有不同的 好 我跟您报告 也许你会觉得这个法人跟我们好像离得很远 不是 你有没有买ETF 或者有没有买像元大那种主动型的 有配息的大的那种基金 像这种如果你有买ETF 跟买那种主动型的基金 这叫被动型的投信 你的钱就是拿给他来进行操盘 他去买股票 那这个呢 你买股票 有没有透过了网路 有没有营业员跟他沟通 自营部你去跟他开雇等等 他们就会有自有资金 所以自营商他用自有资金进行操作 才会刚刚说帮老板帮该这个券商赚多少钱 是自己赚的 就这样 因此赶快来追第二章了 那么投信跟自营商 他们在作账作账结账 差异在哪 好 从目的上来看 我们刚刚有讲说投信法人是追求绩效跟排名 那因为他要争取分红或抬高身价 可是他用的方法是比较不一样 因为他要追求的是什么 账面上的 也就是说他持有的个股 获利越多 这个涨了10% 20% 他整体的绩效从5%变成10% 卖掉了没有 没有卖掉 但是在账面上算起来的时候很好看 所以就是未实现的是比较多的 是哦 对 可是自营商比较不一样 我们刚刚讲说 要看看你帮老板或公司赚了多少钱 是论功行赏的 所以你要怎么样 卖掉才算 账面上你已经赚了1亿2亿算什么 不算了 你要实际上把这个个股卖掉了 把这个钱拿到老板或公司的口袋里面了才算 哇 那这一点太重要了哦 所以投信的作账 比较看到的是他还没卖掉的账面上的会实现获利 但是因为已经涨起来的就算在财报当中 可是自营商的作账 他必须要让老板拿到钱 所以入贷为安哦 对 没错 这是卖掉之后还没卖掉 对 太重要了 那这两个不同呢 对他们的操作来讲会有很大的不一样 当然 因为呢他要追求的是账面上的未实现的获利 所以最好的状态是怎么样 他持有的购股涨越多越好 也就是你买我买大家买 涨越多不用卖哦 但是呢大家狂买起来涨越多 他接下来就好 对 所以他主要的动作会什么 拉抬比较多 这种状况买比较多 那锁定的标定会什么 具有基本面跟技术面 因为在基本面呢 因为投信一定要讲基本面 因为他每个月要公开持股 如果他锁定那些所谓的没有业绩 但是很会涨的这种中小型股的话 没有人会跟 所以投信买他的作账 也一定要有业绩好的基本面 对 没错 那么基本上他会比较 琢磨在这个中小型股或人气股 那我们再看自营商的部分呢 就是说你要实现落带为安嘛 所以他动作要什么 卖 你会发现刚刚跟投信法人不一样 他要买 因为他追求的是 他底下的这个持股涨涨涨 基金绩效涨涨涨 账面的获利 对 但是这个部分 因为你要帮老板或这个公司获利 所以你要执行卖的动作 所以他卖哪一些 卖出短线或波段涨幅比较大的个股 是比较多 所以他选的也是人气股 但是呢就是比较偏向技术面 所以自营商跟投信比较起来 他跑得比较短了 因为他着重是在技术面 对 他着重的是基本面加技术面 对 而且这边是sell掉 这边呢继续hold住 对 没错 一直看第三章 我跟你讲这一章 刚刚那一章 太过经典了 以前我的作帐跟结帐 追的都只有投信 今天志愿透过了特别节目 细讲原来自营商也要做 但是呢 如果他们落在这个既底的作帐跟结帐 刚说结帐是下 作帐是上 我们操作该如何跟他的步调 好 当然来讲 你一定要知道说 作帐行情有哪些标的 那因为投信法人跟自营商 比较不一样 是因为说投信法人 他必须每个月公布他的持股 因为基金持股一定要公布 所以我们看得到 追踪得到 那么自营商的部分的话 就比较没有办法 所以呢我们 但是如果就金额的大小来讲的话 投信法人还是比较高的 所以投信法人要比较着重在 这个作帐行情要多一点 通常来讲 他们比较具指标意义 所以第一个基金持股比例比较高的 或者是多档基金都持有的 那这边也告诉大家 就是说一档基金持有一档个股上限 比如说像台积电的话 他不可以超过10% 比如说这是一档规模 100亿的这个基金的话 他就用他的基金的一个规模 不可以超过10亿 买台积电单档个股 不可以超过10% 这很重要 那第二个呢 就是说整个投信在连买的一场 一场股 连续一直买一直买 买不停的 通常来讲就是作帐行情的一个重点 也就是您看那个投信 这次投信的筹码 小买小买变成中买中买 变成大买大买 连买而且是持续性的 他就是作帐股了 对没错 OK那我问一下 如果是跟针对第一点 多档基金持有 像ETF也是基金 所以如果多档ETF持有的A公司 他会不会作帐的力道 反而就更强呢 这个比较不会 因为我们在讲的部分 作帐行情会比较集中在主动型基金的部分 主动型基金 也就是我想买什么标的 我决定 被动型的反正指数涨了 就一定要跟买 对他就说 OK 指数配置5个percent 他就是配置5个percent 他也不会多 所以基本上他也不会多 好第二个就是你要留意 就是说作帐时间差 跟法人持股的一个公布 这句话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刚刚有讲过 作帐的时间 这个瑞涵刚刚把这个日历摊出来 是3 6 9 12 对不对 可是我们有讲过 如果法人持股公布 像投信法人的话 每个月是不是要公布持股 当然 那你公布持股 尤其前十大持股的话 那不就是把你的底牌 摊给所有的人看了吗 是啊 对 那这样子的话 如果你要做账的时候 那不就被人家看光光了吗 通常被人家看光光的牌 是很难赢的 所以要怎么办呢 也就是说 如果他是3 6 9 12 要做账的话 他不会从头做到尾 也就是说他1月份的持股 1月份的持股 他不会 通常不会连续做到3月份 因为你会被人家知道 所以通常来讲 他会压王牌的时候 你要注意到说 假设我是第一季要做账的话 我可能要锁定在2月份的这个持股 甚至2月中下旬 对 因为这个时候呢 我布局了才比较有机会拉抬 我一开始如果就被人家看光光 人家就知道说 你有这一档 我可能就要搭轿 我可能就要留意 或甚至于砍杀 那这个来讲的话 就不利于他的作战行情 好 把刚刚的日历秀出来 我画一下你就懂了 支援这段话经典 也就是因为投信 每个月的持股要对外公布 当你在1月份看到了投信都公布了 原来大家的投信 很多家的投信都有A公司 B公司 C公司 我告诉你 这个ABC到了2、3月份 可能就不再是主角了 因为大家都看到了 就不会再帮你抬轿了 因此在2月的中下旬之后 出现了X、Z、Y跟W 突然间的他买进来了 这些新冒出头的 才有可能做到了3月份的X、Z 包括了Y跟W 没错吧 对没错 你的言下之意 没错 所以我们要找2月中下旬 才刚刚买进来的才对 不是前面已经大买的 对没错 好 再来往下一连 好 再来就是说 你要注意一下 就避免土羊对作 什么叫土羊对作 我们刚刚有讲到 就是说作战行级 集中在本土 那外资比较少 但是如果你看到一档个股 比如这段时间 像今年以来 我们就观察到 很多的个股的部分 这个投信反而买很多 比如今年以来买了5万张 可是如果说你觉得 这样子是一个作战股票的话 你就忽略到这个羊 所谓的羊就是外资 如果外资同一个时间 卖了十几万张 那其实基本上 就是抵消了它拉台的力量 对 因为大家都很有钱 外资又比投信更有钱一点 如果外资狂到货 你投信要买买买 不容易买得起来 可话说回来 如果外资到货 却发现到 该股价逆势的高点有过 低点不破 那反而就是 对 这个时候反而来讲 就是更有机会了 所以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我们三大法人要一起看 同时看 我告诉你 刚刚那个逆势买起来 不怕外资的卖 不是只有投信的买盘 也许还有自营商 还包括了 刚刚不是要说 作战的集团吗 就是这样了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就是说 作战行情通常来讲 应该是一个短线的题材而已 因为就是 时序上面的话 三六九十二 最重要的部分来讲 基本上还是 你要看它的一个基本面 因为如果是一个 好的个股的话 这个基金经营人 通常不只是会持有几个月而已 他可能会持续很长的时间 外公司业绩是好 未来一年跟三年 那么他可能不是只有一季一季的作账 他可能会到半年也做 或者是一整年持股都hold住不卖 没错 持有的时间会比较长一点 好 感谢志源 非常谢谢您 请回座 但提醒您 通常的作账 多数股票是短线的 终于明白了 所以如果要跟着法人 投信 投信 自营商 内资才有作账 外资没什么作账 操作似要脸 跟紧步调 我稍微结论一下了 为什么到了基底 法人动作特别大呢 因为自己的绩效 我的口机 我希望拿到更多的分红 所以当然还要对投资人 有所交代 买了你基金 当然需要正报酬 只有内资 投信跟自营商 才会作账 所以第二个来看一下差异 刚志源讲的超级资案的 投信法人的作账 是继续hold住它 所以买盘是不会断的 但自营商的作账 是要获利入带为安的 是要给老板看到 钱真的拿到的 在自营商的作账 是一定要卖掉 这个差异最大 所以未实现 跟有实现的获利 是不相同 总之不管这两大法人 如何做 您的tempo 节奏要跟紧 就是这四大要点 志源这样的结论 没错吧 对 没错 好 感谢您了 接下来把建成请上来 知道了法人 为什么到了季敌 季月的时候 3692要作账跟结账 但今天讲得很清楚 现在我很模糊了 一档股票 被作账往上 被结账往下打 请问通常会涨怎样 股票涨相不相同 最近二月份很会标的股票 这个叫天狱 做驱动IC 电源管理IC IC设计公司 你有沒有看到 去年开始 原本投信有没有买 完全没有 没有买 本来都没有买 对 完全没有 开始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接近开始布局 有没有看到 开始布局一些些 没有买很多 开始买 股价就开始涨了 因为小型股嘛 但是涨太快了 它就让你休息一下 整理一下 但是休息完毕之后 又开始吃货 买不够多布局吃货 有没有 这一段 对不对 今年一月份又往上拉了 经过大家好像很热 涨那么多了 我要动作一下 甩个轿 有没有 我帮我慢一点 有没有 故意让它跌下一点 这叫甩轿 对 把符合器洗掉之后 有没有看到 二月开始的 一路往上喷 这叫做账 所以我请问一下 因为它从 前一年的十二月份 跨到了隔年的二月份 那不就摆明去年前一年的年底 是为隔年的第一季暖身做账 对 没错 因此听仔细了 这就是前线常常帮大家盯的 如果在前面 十一月份 十月份买很多的 不要碰 刚志员也讲了 因为这边的账 是为Q4前一年的第四季做 这个不重要了 大家都知道 我们在乎的是在隔年的第一季 所以在年底悄悄买进来 悄悄的新布局 悄悄买进来新布局 然后还跨年 这就是在预告着隔年的 2021的第一季 它真的要做账了 对 真的要做账 所以在一月份大买的这一段是做账 甩个叫 大家就要小心 不要被甩走了 对 不要甩 这就没有甩走 因为头性只是卖一点点而已 后面这一段又很陡很肥 真正要最后的拉抬 第一季的拉抬作账 所以您看作账不是做一波到底 是分两波 会把筹码洗一下再拉抬 所以这样子就是完整的 比较作账的现行 对 好 但是说实在的 我怕的是在结账 如果你卖我卖大家卖 被卖下来又长怎样 建成来 先请回座一下 时间关系后 因为法人的作账跟结账 我看股票绝对涨不一样 而且就像刚刚志源 好 建成说的 不可能三个月从头买到尾 不可能 新冒出头的标的 才是压轴要比赛决胜负的 刚刚作账知道 那么结账长怎样呢 回来让建成把它说明白 还有一点 如果我要跟结账 这个还是结账你可以做空 作账你可以做多 如果我要跟着他们上轿的话 那么请问我该拿捏什么技巧呢 还有一点 今天三月一号 三月份的行情 二月份 动魄惊心 曙方姐三月份的行情 麻烦帮我做个预告 对 整个历经的 二月份的大震荡之后 大家一定更想知道 三月份台北股市 还有某行情 等一下里面就把三月份 上旬 中旬 下旬 很详细的想行情的规划 跟题材告诉观众朋友 太赞了 感谢书方姐 假日特别节目 带来精彩的内容 三月份的行情 平常没时间帮您规划那么仔细 你看一个月有分三段 所以各自理由 三月份会发动的题材 还有三月份可能产生的变数 你怎么能够不知道呢 马上回来 二月份的高下 来个月份的 二月份的质量 二月份的质量 相应好 三月份的质量 一份的质量